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教大家幾個方法去鑑定 你買的珍珠是真還是假的 最主要有幾個方法 一是用眼睛去看 二是用手去感覺 三是用牙齒去感覺一下 第四個就是用一些工具 例如火去測試一下 我們現在立刻介紹一下 用幾種方法 可以讓你知道你的珍珠是真還是假 第一個方法 我們就是用眼睛去看看 珍珠的表面 正常來說 珍珠 天然養殖的珍珠 多數都有些瑕疵 基本上是一百萬粒的珍珠 裡面只有一粒是零瑕疵 假的珍珠 百分之一百 是沒有瑕疵的 就算它 硬製造一些人造的瑕疵 都會是粒粒好似的 即是全部是standardized 的瑕疵 所以多多少少 我們會找到真正的珍珠 就是會有些瑕疵 那它們有什麼瑕疵呢? 有些小點 你看看這兩條鏈 不知道你們能看到嗎? 這些就是很輕微的小瑕疵 即是小點 比較大的瑕疵就是條紋 好像這粒 它旁邊有條紋 這些就是比較大的瑕疵 更加薪的瑕疵就是套進去的點 但是那些點是非常明顯的 例如這粒 這些就是很明顯的點 這個是淡水珍珠 它的點越深 它的裂痕越深 就是代表珍珠的瑕疵度明顯些 你買天然的珍珠 多多少少 由多到少都會有瑕疵的 第二個方法 其實我們是用手感 我們這個時間就要 除了那個手蜜 你把珍珠 可以互相輕輕地磨擦一下 其實你的感覺就是 稀稀的 這個方法 和我稍後教大家的另外一個方法 是很像的 就是感覺到它有磨擦的感覺 表面是不太光滑的 假的珍珠 例如貝殼珍珠 膠的珍珠 其實它表面是很光滑的 你不會有這個 是濕濕的感覺 那第三個方法 就是用牙齒去 去感受一下 那顆珍珠上面的 脫突不平的感覺 那為什麼說珍珠 會是有些讓我們感覺是濕濕呢 原因呢 它的成長呢 就是透過一層層 包含了那個背毛 而去形成的一顆珍珠 所以如果珍珠來說 你用放大鏡去看 它表面是不光滑的 所以用牙齒呢 會更加讓我們知道 它這個磨擦的感覺 那如果這顆呢 這顆是假珠來的 我用牙齒去感受一下它呢 其實它是滑的 那這顆呢 是澳洲的海水珍珠 用牙齒去感受一下它呢 它是有些斜濕濕的感覺 就是不是說一滑就滑過去 是感覺是 總之是不光滑的 所以你用牙齒呢 去測試那顆珍珠是真還是假呢 是一個非常之準確的方法 還有你牙齒是沒有機會 將顆珍珠咬爛的 最後一個方法呢 就是用火機去燒一下那顆珍珠 去決定它是真還是假了 那我現在手上拿的 這顆是淡水珍珠 我就將打火機輕輕地 著了去 然後呢 對著火呢 燒幾秒鐘 碰一下它 其實是很熱的 但是呢 珍珠的表面呢 是沒有被燒焦的 那如果呢 那顆珍珠是 膠的珍珠呢 其實呢 它表面呢 是有coating的 你用火機燒一下它呢 就很快焦的了 那這個是它 焦了的位置了 那燒幾秒鐘呢 它就焦了 甚至一秒鐘都可以 很明顯你就見到 這顆是貝殼珍珠 假的珍珠 就被我燒焦了 這顆呢 是真的 但是它就算它質量不是很好 它成顆呢 都沒有焦過 這幾個方法是不是很容易 就讓你知道 你到底買的珍珠 是真還是假呢 如果你覺得我這段影片 對你有幫助 可以like一下它 和share給你需要的朋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